所以也可以不穿嗎 喔 哇 時尚總肩 我應該可以就是好好安排一下 就是 對不對 是 可以嘛 對不對 營運長 重點是走出那種健康的時尚感 是 健康的時尚感 只要健康就可以 沒問題的 健康的丁字褲 有這個東西可以準備嗎 那如果是有心靈自己來演出的話 那肯定更精彩 沒有 時尚總肩永遠是最後一個出來的 那如果最後有我們最後的壓軸 就有總監自己走上台的話 也是不錯的一個健康 那貴Steag 貴Steag 你開場 然後壓軸 開場通常都是穿的最多的 慢慢我們再拖下來 我是總監 我當然是開場是穿最少的 聽得出來他有點想法了 然後一件穿回來 通常謝幕走出來都是總監 沒有 這些都是開玩笑的 只是跟他聊一聊有趣而已 然後重點就是25號的時候 然後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接下來證書就是開始象徵 我們時尚總監的任務 正式的啟動了 心靈 我來幫你保管麥克風 也請有工作人員幫我們的營運長Grace 拿下麥克風 正式的吧 屬於10月25號 屬於王心靈要擔任了 樂天市場Fashy Show 時尚總監的榮譽證書 要交到了王心靈的手上 好 請大家兩位正前方視線 第一個視線 最前方 好 來 右手邊 兩位的右手邊 麻煩帶一下下視線 謝謝 左手邊 當然時尚總監 真的不是那麼好當的 謝謝握手 好 好 好